那要说到去年窜红速度最快的男演员王凯绝对算是其中之一了 在强势罢评后呢 王凯丝毫没有停止脚步 各种活动颁奖典礼是应接不暇 那在很多人眼中呢 王凯终于是熬出头了 可在这位当红炸子鸡的心里呢 却也不无遗憾 我没有当面见到过他们梁老师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老师电话里沟通 自到2015年8月伪装职首播以来 狼牙榜他来了请闭眼 王凯的人气一步比一步高 而这直接导致了这个湖北汉子已经忙得连家都没空回 父母都大半年没见了 今天还在跟我打电话 那个 吃了吗 母亲对儿子关怀寒暄几句 他说 那个 你给妈再寄点签名照回来吧 我说你又没了 我说那两百张你发没了吗都 没了 我说你省着点发 我说你别一下给那种十几张七八张那种 我说你这个给多了不值钱了 然后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什么什么的 老人嘛有的时候你把我说太多 又好气又好笑口气里还不乏着自豪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电话 却让王凯惦记了大半天 谁能够想到眼下连父母一个电话都很珍惜的王凯 当年也是一个一路和父母抗争的叛逆少年 我那会儿是想读那个武汉市艺术学校的嘛 不同意 死活不同意 原来从小就热爱表演的王凯 中考的时候便因为父母的关系 没能够入读艺术类学校 考大学的时候原本立志想读艺术类专业 却又受到父母的强烈反对 我记得我爸说一句话 于是当时在新华书店工作的王凯父亲 为儿子争取到了顶替自己工作的机会 王凯虽然不情不愿 但最终还是去了 因为他明白父亲的用意 可是一颗追求理想的心 又岂能够轻易地被磨灭呢 参加工作之后 王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更加投入地参与各种演艺活动 终于在一次北京的广告拍摄之后 他下定了决心 要再去大学进行专业的学习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可以说是七上来下 谁找到人是人是不尽 说哇四只 直升悲喜行囊 一个人到了北京 那个时候就跟父母要钱 必须得要钱 我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所以父母就知道这个事情 让王凯没有想到的是 原以为会严厉斥责自己的父母 这一次却妥协了 看着坚持自己理想的儿子 两个老人只提了一个要求 尽可能离家近一些 上海不是说上海去学吗 我当时就是一门心思 就是想学表演 所以我当时说不管在哪 只要是去表演我就去 我说行去上海我也去 可是最终王凯还是阴差阳错的 去北京念了中戏 在毕业后九年的时间当中 王凯和父母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 但他却说理解越来越多 现在我妈就是我的一个活广告 是吗 逢人就提 我爸是喝完酒之后 比我妈说的还多呢 是啊 我爸不喝酒的时候 也不说话的 只要我回去 他也愿意去跟我去交流 去聊天 我觉得父亲比以前变开朗了 2010年之后 事业逐渐步入正轨的王凯发展到 一年只能够在春节活一次老家 然而2013年的一件事 却让他触动至极 老爸住院了 要不是我妹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 我心里挺酸的 我心里挺酸的 就觉得可能是太疏忽父母的一些感受和状况 从这件事情之后 我可能会跟他们的电话可能就会多一些 就时不时都会问一下你们状况怎么样啊 对 会多关心一些 虽然眼下2016年的工作行程已经排得满满荡荡 但王凯说 再忙电话不会忘 再累想家就很甜 其实过来人都明白 只是因为希望孩子工作平顺日子安稳 王凯父母一开始才会如此反对儿子的选择